父母双方离婚以后 不应该让孩子成为一个缺爱的孩子 但往往有的时候 孩子会判给母亲或者父亲 但今天要说的抚养权 却让法官非常的难过 周女士和徐先生在离婚以后 周女士争取了孩子抚养权 徐先生每月给孩子抚养费 没想到几年以后 周女士这边家庭发生变故 周女士父亲去世了 母亲又得了癌症 现在整个家庭 只能靠周女士赚钱养家 还要给母亲治病 家庭的负担 让周女士无力抚养孩子 所以周女士向法院申请 把抚养权变更给前夫徐先生 但徐先生态度非常的坚决 当初周女士和他 都想要孩子的抚养权 最后周女士得到孩子抚养权 现在又要把抚养权转给他 让他心中非常不满 这孩子能说不要就不要吗 法官也是到了周女士家里 现在周女士一个人也非常不容易 孩子现在有自闭症 母亲现在得了癌症 整个家就只有他一个人在撑着 孩子是什么时候开始出问题吧 把你 之前都还挺好的是吧 对 之前都挺好的 那你这个案子的话 因为孩子是一直跟着你一块生活 那你现在要变更的话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是我妈这个 每月都要坏掉了 这个反正法律层面上的东西 为你解释一下 就是因为他变更抚养关系这一块 主要是看什么 还是要看孩子 原则就是不成年利益最大化 那么因为你的孩子 一直都是跟着你们一块生活的 如果慢慢然改变他的生活环境 对这样一个特殊的孩子来说 可能跟人家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吧 他并不是主要考虑你们两方 主要考虑还是孩子 法官与周女士沟通之后 周女士说出了自己的难处 随后法官与周女士母亲进行了沟通 周女士母亲也表示 他们现在这个家 养孩子确实非常困难 而且女儿现在也有抑郁症 如果她一去世 这个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那个他爸爸男 有一点毛巴男 妈妈妈男 都去母亲了 现在看看我好 我两个月不行了 到那个时候 我这样处理这个小孩 就来不及的呀 是不是 我死了眼睛都不及的呀 你叫我什么犯了 是不是 周女士母亲现在非常着急 毕竟自己也活不了多久 现在最牵挂的就是这个孙子 总该有人照顾 我老头子9月6号死掉 他11月12号今天是他生日 今天是他生日啊 今天是他生日啊 哎呦我没注意看 你你想想看看 阿姨先休息会 好的你休息会 你要不要出来跟我玩会 今天是他生日啊 哎呦都没有带点 你母亲对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了 但是法理上面 反正我也跟你就沟通过了 然后看看最后怎么样 能够给孩子安排个最好的方式 嗯 那我们就先走吧 我们再约好 先休息 法官得知今天是炎炎的生日 所以在下班以后 去订了一个蛋糕 给小炎炎庆祝生日 法官也是非常的有心 有什么推荐 那可以再聊 我要订这款吧 对对对这款 哎呦不好意思我来打扰你了 今天是你生日啊 谢谢 谢谢阿姨 哎呦 为什么要吃生日蛋糕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好了 把灯关一下 好吧 来给你唱歌 好吗 祝您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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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ęd妹妹 好 verz 那跟妈妈一起睡吧 你吵喝しか Arc 后奏好棒 好棒 拜拜 吵 孟后 好的 好吧 你可以 прыgd 好好好 好不好 我觉得 好 Account hun 好吃 老我走了 他在保重 OK 中國 ·她�� 在了解周女士现在情况后 第二天 法官又去了徐先生家里 看一下徐先生现在的家庭情况 和他们的态度怎么样的 徐先生对前妻要变更抚养权 也非常的气愤 当时前妻争着要抚养权 现在又不想带孩子 在徐先生看来 前妻这样的态度 让她无法接受 你好你好 在三楼上 好的 你要干嘛 又见面了是不是 那我随便做了 对对 我们随便聊一聊 徐先生母亲态度也显得非常气愤 责怪对方想把孩子甩给他们 但是他们现在生活也非常困难 而且他们以前去看孩子 对方还不让他们看 现在却要把孩子甩给他们 甩锅吧甩给我们吧 阿姨我想纠正一下你一个观点 这不叫甩锅 那是你的孙子 那不是个锅 不管他现在要甩锅给我们 以前不给我们看 你怎么不知道呢 以前我跟他一起吃 只能看看 我说让我们再回去 这种案子 其实家庭案子 我们都希望能够圆满解决 整个都是为孩子好 他们现在的话就带不过来 我们多带几天 对吧 这还不公平 对吧 你说都离了婚了 我干嘛还在照顾他呢 所以我在想 大家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方法 能够解决 因为毕竟这是你们的孩子 对吧 徐先生这边也提了一个方案 如果说前妻那边生活有困难 他可以多带几天孩子 但是这抚养权 他们是不同意变更的 而且徐先生的母亲说 自己还有结合病 不想传染给孙孙子 你看看我这个生存也不行呀 结合是吧 有一个又费少许结合 这个团难呢 也不得了点 哎 都不会过人的 他这个要过人呀 徐先生你看这种案子 我们也很为难 对不对 你看您这边也不容易 他那边也不容易 他还不传染呢 我传染呢 还有一个问题 他那边那个阿姨还动不了 感觉现在走路都有点困难 现在矛盾点 无非就是这孩子不好 没人带的问题 因为他那边也是现实的困难 在摆那边 这几天反正到时候 我约一个时间 可能周二约你们到法院来 调解一下 可以吧 肤养费什么 你都正常负责 对啊 正常负责 而且只有我不会上 反正我这块 我也会跟肤联 还有 玩机会里面都了解到的情况 看他们那边有什么帮助 可以 不管是从人力啊 还是哪块 能帮助你解决问题 你们这边主要也就是 孩子带啊 实在是一个困难 那我们就今天就这样吧 周二 周二我们来谈谈 谈不掉吧 我们就直接开庭 好吧 在了解完双方的情况后 法官下午去了复联那里 毕竟这个家庭 现在生活都非常不容易 法官想知道复联这里 是否可以帮助一下周女士 正好我手头有个案子 上市一下 跟你们沟通一下 好的 那我们里面谈 好的 就像您刚才介绍的这个家庭 如果没有充满的时间 来照顾这个孩子 那么一护一策的项目 就是可以为他去解决 这样一个问题 路程的接送 或者说是 聘请专务的 这个医疗互帮人员 来对他进行一个 日常生活上的康复 您方便帮我们扣除吗 这个我们可以来帮助联系 到时候有了法 会需要提供一些资料 我们再来跟您这边对见 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希望每一个家庭 都能够和谐温暖的 希望每个孩子 都能平安健康的长大 是的 那我们先到这里了 谢谢你 我合作一直都很愉快 最后法官又去了康复中心 医生正在压治疗 炎炎的自闭症 据医生介绍 现在炎炎康复的非常不错 已经可以与人进行基本沟通 你怎么说呀 我 好 对的很好 给你说什么 好 好的 我用你这几个手手 我手手 慢慢说 我 我手手 对很棒的 他拇指 对了很棒 他刚进来是什么情况 现在是不是好多了 好很多 刚进来的时候 比原始一点没有 一个音都没有 现在慢慢的话 现在跟我说长句都很好 对吧 他会说我要上厕所 他说去去 喝水的话 喝水喝水这样子 这是自己的需求表达也很好的 那他爸爸有没有来陪过呢 我没见过不认识 主要就是妈妈陪 妈妈妈妈妈很不容易 工作也不能放弃 然后还要弄孩子 很辛苦很辛苦 他是每天都要到海岛这里来 是的 每一天 每天都要来 这个压力是真的是可想而知的 换了谁可能都觉得有点 对对对 那你是待会儿还有课是吧 是的等会儿有课的 那就不打扰你了 好的好的 耽误你时间了 那你这样 老子再见 再见 对于徐先生所说的 周女士想把照顾孩子责任甩给自己 周女士母亲非常不认可 毕竟现实问题摆在这里 自己已经得了癌症 已经日子不多 现在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孙子 以后谁来照顾 你说我们谁 我两个叫鬼的 走路都不能走 我还是带她去抗受 我也没叫你们去 是不是 都是我们自己来抗啊 我现在伤了这个绝症呢 我女儿从我生病之后 情绪一直不好 抑郁症 我一死 她更加的 你后怎么办 这个小孩怎么办 现在明白的是 谁在摔 谁在一次 我明白的 把关系我 我说完 他们提出到法院里面 从来没这种糊涂 说我觉得这种事情的话 我们能自己先沟通先沟通 对不对 如同你没人 你当然也能请人 她不是一个正常的小朋友 她不能跟我反馈 周女士也表示 如果他们去请保姆照顾小孩 因为小孩有自闭症 她非常的不放心保姆 怕保姆对孩子做出过激行为 她认为是徐先生嫌弃这个孩子 正常的小孩 你皮一点 人家保姆可能案例里面 怎么逼一下 你这种小孩 你要不是自己亲身的 你能保证他不下手 我跟你说 这种事情的话 真的 我们只能是 这种事情怎么了 你不用考虑小孩吗 不是尽力 不就是因为你嫌弃这个小孩 你刚刚已经说了呀 因为他不能说话呀 我都说了 他这个正 不是说特别正常的小孩 但是我们也不能去嫌弃他 对不对 我们没有这种事 对 我出来没看 现在看 我们没有这种事 法官提了一个解决方案 之前双方协议离婚时 约定是女方带六天孩子 徐先生带一天 现在周女士这边出现变过 那么就可以让徐先生多带几天 不一定要变更抚养权 其实大家轮流抚养权 也不存在说 抚养权一定要给谁的问题 因为以前是前六天给你 后面一天跟他嘛 对不对 那么现在你可以变更下七天 那么你在那几天 他在那几天 哪怕就说 因为有困难了 比如你要带你妈妈去医院什么的 那一个礼拜你带一下 那下个礼拜我多带一点 能不能这样方式呢 这都会商量 就是说 一三五二四六 对吧 但是周女士还是坚持 把抚养权给潜伏 抚养权我还是坚持过 给退后 我就能接受干出来 好的好的 学姐我问一下 就说你们这个现在 其实争议我觉得也不是很大 都是为孩子好的话 这个抚养权 我觉得可以做个共同抚养 不存在探望方式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一起的嘛 就是这个方式你看都行 可以的话你帮忙做工作 对 法官又提了一个方案 其实可以不用变更抚养权 现在可以双方共同抚养 只是双方没有夫妻关系 至于属于多抚养一天少一天 双方都可以进行协商 徐先生表示同意 行好的 我来问问他们啊 其实我觉得这种方式对你们真的挺好的 因为你还有这种情况 都有这个抚养权 你懂我这个意思吗 共同抚养 就比他难度比较大的情况下 能不能反应来确认 抚养确认就是双方 不能抚养 对我们就不再确认说是一方抚养 那以后怎么怎么定义呢 就是你们之间除了没有夫妻关系之外 其他都跟正常的 父母都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区别 对 你对孩子付出是比较多 包括我去走访啊什么的 老师也说你挺不容易的 你的情况我真的非常重新 我能够帮你争取 我都帮你争取 但对这个案子本身 我是法官 我不能抛开我法律的身份 单身考虑 你没困难 然后就给你变更 不是这样子 听似想关系 考虑非常严谨 你也请了律师 什么样的结果 大概已经是要有预判的 我需要跟我妈商量 那行你商量一下 可以可以 你商量一下 最后法官做了周女士思想工作 周女士听了法官意见之后 思想也有所改变 毕竟打官司 周女士赢的可能性非常少 随后周女士表示 要跟母亲再商议一下 最终徐先生和周女士 达成了共识 抚养权由母亲抚养 变革为双方共同抚养 真到严严独立生活为止 而抚养时间 改为周女士 每周抚养三天 徐先生抚养四天 法官也给周女士 写了一封信 你好 案件已结 但心绪难平 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严严 这样一个看起来 击凌活泼的孩子 竟然是自闭症儿童 但严严无疑是幸运的 有一个能够亲近所有 爱她 陪伴她的母亲 同样作为母亲的我 非常敬佩你 但我同时也是一名法官 法官可以温情 但法律必须有底线 这个底线 就是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而对严严最好的养育方式 就是你们二人共同抚养 严严和其他孩子一样 都需要深沉如山的父爱 需要温暖如水的母爱 更需要父母的共同关爱 希望严严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 都有你们的爱相伴 让持发芽的种子 经过一个冬天的沉睡 在爱与自由里迎来她的话期 最后衷心地祝福你 和你的家人身体健康 平安幸福 顾宿法院陈景